1月17日,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近期一些国家散布所谓的中国科技产品威胁 存在安全风险的论调是对中国企业和产品捕风捉影 毫无根据的无端指责 会上有记者问 最近一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拒绝或者限制购买中国高科技产品的措施 这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的高科技国际贸易 商务部对于中国经贸合作伙伴的限制举措如何评价 最近一段时期 一些国家散布所谓的中国科技产品威胁 存在安全风险的论调 这是对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捕风捉影 毫无根据的无端指责 高峰强调 中国科技的创新和发展不是对世界的威胁 中国希望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 让科技发展的成果全球共享 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 这也是各国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我们会继续支持中国企业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开展国际合作 推动科技进步和贸易发展 一些国家 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 也应该有自信 以开放的姿态 欢迎包括中国产品在内的各国先进科技产品 为本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